國會執選法三讀 民進黨團將提釋線 政院提復議 四月平均每戶二點五二人 創下新低 六度當中 北市最少 訪報名人 詐騙多 當事人一再檢舉 也很難有效果 贏心封口廢案將裁決 勞勃迪尼洛批評川普是跳樓搜索 觀眾朋友您好 歡迎收看五月二十九號的公式晚間新聞 我是黃沛涵 先為開始 首先帶您關心到的是 立法院昨晚三讀通過國會執選法案 包括總統國情報告常態化 立願調查權及聽證權 描述國會罪強化人事同意權入法 民進黨團已經表態 等總統公告後將申請釋線 秦政院將提出 移請立願複議救濟手段 秦政院長中 泰今天下午前往 拜會立法院朝野黨團和立法院長韓國瑜 在拜會國民黨團時表示部分條文致愛難刑 收到立法院的來文後會審慎研議 要如何善進憲政機關的職責 雙方握手隨即展開地門會談 立法院二十八日三讀通過國會執選法案 新院行政院長卓榮泰二十九日下午前往拜會 立法院長韓國瑜和立法院朝野黨團 國民黨團總召傅昆琦和朱榮泰勃朽 並以舉杯舉杯護盡先禮後兵 接下來的談話雙方都沒客氣 傅昆琦批評蔡政府執政 朱榮泰也直言收到立法院的來文後 會審慎研議 要如何善進憲政機關的職責 都是強行表決通過 當中條文有部分是對於未來在執行上 是有自愛難行之語 只要行政院依照憲政的程序 做任何的行為 我希望大院都不要把它當作 是一種對大院的不禮貌 朱榮泰強調他會以平常新準備 31日的施政報告及總質詢 讓大院清楚看到新内閣團隊 對國家未來的破壞跟院警 至於民眾黨團則應立委 形成調整難 婉聚中泰拜會 將在另外約時間 不過對於監察院批評 國會執政法案 以涉違反權力分立 藍白揚言 下一步將推動廢除監察院 請民進黨當年主張廢除 考監兩院人出來講話 在野的時候一個主張 執政又是另外一個主張 人家罵你們雙標黨就是這樣 國會執政法案三讀修正 將總統國情報告常態化 立委調查權及聽證權 藐視國會罪強化人事同意 權入法 但公民團體批評 國會執政法案程序不正義 且失之危險 以憲法增修條文規定 行政院對立法院決議的法律案 預算案條約案 如認為有志案難行時 德金總統何可 在決議案送達行政院十天內 以請立法院覆議 來至於行政院提覆議 我們當然尊重 但是我們黨團絕對提出實現 這是好意義 我國憲政史上已經有十三次覆議先例 兩千年後 便政府時期 行政院曾四度針對法律案 提出覆議 總計三次失敗一次成功 馬政府時期 行政院兩度提出覆議 都成功過關 蔡政府八年則沒有覆議案 記著我們成為朋友組 Table的 中國上週發動聯合力劍演習 升高兩岸對峙氛圍 國安局長蔡明燕 今天到立法院報告被詢 指出中共軍演目的是對台灣動嚇 不是起戰 中共要展現出對台海情勢 擁有絕對的主控權 此外 中共軍演首度動員 海警編隊執法巡查 蔡明燕認為 中共試圖將台海內海化 並且是搭配任職作戰 操作以美 以軍以賴 國安局高度關注 總統賴清德一就任 中共就發動圍台軍演 升高台海緊張情勢 國安局長蔡明燕 二十九號表示 中共對台針對性軍演目的是 恫嚇台灣並非起戰 展現對內宣傳 對外宣示 擁有台海的絕對主控權 同時操作認知作戰 一個部分是以美 懷疑美國能夠來協防台灣的能力 第二部分是所謂的移軍 質疑台灣的國軍 有自我防衛的能力 那第三個就是所謂的依賴 質疑我們的新總統 有管理兩岸關係的能力 針對中共軍演首度動員海警編隊 在台海與離島巡查 蔡明燕認為中共展現在台海的 主導權管轄權 想要將台海內海化 此外六月開始是中共軍演熱技 國安局分析 共軍台海軍演 恐走向常態化 建立台海新現狀 六月到十月甚至有時候到十一月的第一週 是中共力行軍演的熱技 那這個階段會不會再有相關運用常態力行的軍演 來對台灣有一些針對性的軍事演訓的動作 那這是我們在看整個時間架構上 認為要注意的重點 跟過去軍演不同 中共聯合力艦演習的範圍 這次更靠近我外離島 引起每日關切 中共透過實施海上封鎖 能夠迅速奪取台灣離島 立委追問 中共有無可能操作灰色地帶衝突 截斷離島通訊 針對美國智庫學者阿爾佩洛維奇示警 中共一小時內就能武力犯台 美方恐來不及反應 蔡明彥表示 對於中共各種犯台方案 跟國安單位國防部進行密切聯合情牽證動作 掌握相關態勢因應 記者黃子傑 張明如台北報導 兩岸觀光開放是陷入了僵局 旅遊業者今天與交通部長李孟宴會面 會後業者轉述赴中國旅遊禁令團 禁團令不會解除 但是去年短暫開放 原定今年六月要出團的一千多個旅行團 約兩萬名的旅客還是可以照常出團 但不能打廣告跟懶客 不過陸委會已經核准福建旅遊業者 以首三通德方式到馬祖辦理 蔡建團 總統賴慶德上任後旅遊業者希望六月全面解除禁團令 全臺二十一縣市旅遊公會代表二十九號上午與交通部長 李孟宴閉門會議 會後旅行公會全聯會理事長蕭伯仁轉述 部長表示付中國禁團令還是不解除 不過去年短暫開放付中國旅遊成團的一千多個旅行團 大約兩萬多名旅客 今年六月還是可以照常出團 但業者不能打廣告跟懶客 付中國禁團令不解除 不過先前中國宣布開放福建民眾到馬祖旅遊 觀光署證實陸委會已經核准六月十號的福建馬祖采線團 成員共有二十八位 主要為旅行業者 將到南竿北竿兩個島嶼 進行三天兩夜的旅遊考察 兩岸觀光致敬未解 交通部長李孟宴則是重申 為了保障旅客權益及促進業者發展 政府將持續依對等開放原則 循序推動兩岸團體旅遊 以滿足國人期待 記者 清竹晴空會大樓發生火警 導致兩名消防員不幸殉職 目前活調的修正與建設已經完成 送交中央審核 消防局人員今天上午陪同住戶返家取物 清潔人員表示大樓還沒復電 增加了清潔的難度 必須花至少一個月的時間 才能夠清理完畢 新竹市府提供三天的受災住戶安置旅館 而兩位殉職緊銷 將在六月五號舉行聯合公祭 針對新竹市的高樓層社區大樓 督發處將檢討安全檢查和防火防災設備 並加強檢查頻率及管委會訓練 就我們在市區當中已有很多的一些社區大樓 比較高頭層的部分 我們必須要來檢討說 我們在安全檢查或者是防火設備 防災設備的這個部分 我們會加強這個檢查相關的頻度 我們現在目前可能確實真的 需要再添購更高樓層能夠救災的這個雲梯車 高華安表示 除添購更高樓層的救災雲梯車 十六層或五十公尺以上的高樓 也必須設置防災中心 通常設在一二樓或地下一樓 但這些人力大多有保全管理員擔任 遇到緊急狀況時 恐難以應付突發狀況 消防專家指出完成防救災課程的人員 比例不高 就算有上課也只是敷衍了事 導致多數高層建築防災中心只有硬體 沒有專業人員進駐 政府應加強考核 讓更多人考取證照 填補防災缺口 記者黃子杰 張敏儒 張君豪 台北新竹報導 兩名新竹的消防員 日前在火場搜救不幸殉職 消防員的救災安全也引放了關注 由立委點出近十年來 已經超過三十名的消防員 在火警救援殉職 建議用科技輔助評估進火場搜救的必要性 消防署長蕭煥章表示 人員定位等科技設備正在研究 但基層消防員是認為包含人力缺口 現有的設備更新也都是重點 大火弟兄出生入死 從火場救援殉職漢市卻不時出現 不只新竹市集合住宅二十六號 這場大火奪走兩名消防員性命 過去近十年來 有立委更拿出數據指出 超過三十人在救火中喪命 消防員的救災安全 引發關注 消防員自己本身的安全 或者是進去之前的裝備 或者是訓練 是否有需要檢討的空間 讓我們能夠保障消防員 要救助其他民眾的時候 會更安全 科技的部分 目前在計畫裡面 針對人員定位 現在正在研究 有立委建議降低消防員罹難 最有效方法 就是透過科技輔助 評估入內搜救的必要性 避免每次火警發生 消防員都得進火場救援 消防署長蕭煥章回應 包括人員定位等科技設備 都還在進行研究 而既有的科技工具 包含救災機器人 無人機 紅外線熱血香儀 照明所等已經在火場使用 到底是不是真的能夠幫到 第一線消防人員的這個需求 有些這些救災機器人的 他的水量太過於龐大 導致他可能一台機器人 他可能需要好幾台水庫車 來供給他水量的時候 那這個時候就會造成現場的 運作的一個負擔 雖然基層消防員對增加科技器材 持正面態度 但設備能否發揮作用 也是關注重點 消除會就說 像是現有的消防機器人 有時反倒增加救災負擔 更喊話從補足人力 設備的太多換新等方向 改善消防員的救災安全 記者 陳冠旬 陳常委 台北報導 新上任主記長陳淑姿 今天首度赴立法院進行業務報告 立委關注今年全年經濟成長率 他表示今年的GDP 可往上修至百分之三點五以上 因為第一季的GDP為百分之六點五一 表現太好 即使接下來的表現不變 也能夠拉抬全年的表現 另外電價調整後影響全年的CPI 約零點二四個百分點 粗估今年的CPI上調至百分之二點零三 受惠於人工智慧應用需求持續擴增 國發會發布四月景氣登號 綜合判斷分數增加四分 來到三十五分 是二零二二年三月以來首度亮出 代表景氣轉向的黃紅燈 因為主計總處將在三十號公佈 最新經濟預測 對於今年的經濟情勢 新任主計長陳淑茲 上午在立法院表示 今年GDP 渴望上修至百分之三點五以上 怎麼看今年第二季以後 整個國內與國外的警惕狀況呢 我們今年初估是三點四三 但是第一季呈現的結果 就是高達六點五一 所以如果我們根據這以上的一個條件 其他都條件都不動來正調整 大概是會有 就會超過三點五 不過電價四月全面上漲 平均漲幅百分之十一 夏季電價六月又開始計算 主計長也坦言 這對經濟成長是負面影響 六月份夏季電價開始實施了 這個對CPI都是一個很大的衝擊 是電價漲對GDP是加還是減 應該是負面的啦 負面的啦 因為第一個它會增加成本 此外前主計長朱澤民 過去曾說蚵仔米山一碗二十元 早批不夠接地氣 陳淑茲上午 也被問到相同的問題 你知道那個臺北的蚵仔米山一碗多少 小碗五十五塊 大碗六十五塊 因為我那一天去士林夜市才問過而已 不只在夜市吃啊 你在一般的那個商店 尤其是西門町 你也要去吃 應該大碗不會那麼便宜 立委認為國內物價上漲 壓力依舊存在 很多人對物價上漲抱怨連連 對此陳淑茲表示 目前物價上漲有趨緩 有時候民眾會感受到物價指數 是因為經常性購買感受比較深 如果沒有常買就會沒感覺 原本預估今年CPI年增百分之 一點八五 電價調漲後會影響全年CPI 約零點二十四個百分點 初估今年CPI上調到百分之二點零三 記者吳瑶與張國良 兩顆報導 雞蛋產地價格已經從美台金四三點五元的高點 降到三二點五元 降幅是超過了十元 也創下近兩年來的新低 但買氣還是低迷 農業不表示已經請產地調節 也呼籲末端的業者能夠適度的降價 才能夠刺激買氣 雜糧行雞蛋供應無餘 想買多少就買多少 相對於之前大缺蛋 還得大牌長樓買蛋的情景 天差地別 夏天雞蛋需求量較低 產地價格也從最高檔的四十三點五元 跌至三十二點五元 大跌十多元 創下近兩年新低 不會因為價錢低 然後多買一點 不會 就是需要就買 變便宜有影響的消費行為嗎 不會 一樣 近期雞蛋買氣低迷 價格才一路下滑 但價跌也沒有挽回買氣 台北市蛋商工會表示 一箱價格也早就從破一千八百元的天價 回歸到現在的八百四十元 一顆只剩四塊多 至於買氣不佳 原因很難說得準 農業部則希望末端業者 應適度降價 大概剩下一半不到的價錢 跟最高點比起來 這幾個禮拜看起來 似乎不盡理想 買氣還是非常差 所以雞蛋現在 以整個市場來講 是有比較多的 比較稍微偏多 真的呼籲我們所有的這些消費 消費賣場的部分能夠的雞蛋 能夠適度的降價 因為適度的降價 也能夠刺激消費者的一個需求 開門上 滷蛋一顆要價十五元 問老闆雞蛋已經降價 滷蛋沒考慮跟著降嗎 針對立法院國民黨團提案將公糧收購價格 由每公斤二十六元提高到三十四元以淨付二毒通過 前農業部長陳吉仲在臉書批評讓臺灣農糧產業倒退二十年 提高收購價只會讓生產高於需求 反而導致稻米大跌價 批評政治力嚴重干預專業 全國每戶平均人口數持續減少 根據內政部統計 今年四月平均每戶僅二點五二人是創下了歷史新低 如果細看六都則以臺北市最少每戶平均僅二點三五人 學者表示全國每戶平均人口數持續的減少 包括不少人選擇不婚或是晚婚 甚至是結婚後不生小孩 另外不少長者家中的孩子離桑背井求職 甚至是外派 也讓獨居老人越來越多照顧的問題 也慢慢地浮上檯面 明亮的彩光 大片的落地窗 而且從陽台房間都能看到河岸的美景 這裡是新北三重重化區的精緻兩房 因為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小家庭結構 也讓房屋市場小宅化趨勢成為主流 事實上在少子化及高齡化下 讓全國每戶平均人口數持續減少 根據內政部的統計 今年四月底平均每戶僅剩下2.52人 寫下歷史新低的數字 主要都會區中又以臺北市平均一戶 二點三五人最少 求職表示會讓全國每戶平均人口數持續減少 包括現在越來越多年輕人北漂工作 也有不少人選擇不婚或晚婚 甚至是結婚後不生小孩 另外不少長者 家中孩子 離鄉背景求職甚至外派 也讓獨居老人越來越多 竟然讓老人照顧問題慢慢浮上台面 學者認為臺灣將在二零二五年邁入超高齡社會 長照需求量能勢必會大增 該怎樣去補足照護人力的缺口 將資源分配最佳化 是政府後續需持續改善與優化的方向 記者吳曉瑜 張國良台會報導 詐騙的手法多變 一大經典套路就是冒用名人行騙 多位財經界的名人今天也吐露心聲 表示深受其找 有人親自檢舉不下百次 但冒牌的粉專還是在 有人說朋友要加臉書好友 卻分不清誰才是本人 警方就分享可以從粉專成立時間 粉絲人數以及是否有藍勾勾 作為判別的指南 但也坦言要求各大網路平臺業者 移除下架 配合度有限 有一次我在看臉書FB的時候 就剛好看到我知道的一位分析師 叫阿格莉 他有一次免費分享他的一些心得 所以我選擇了點擊進入 用親身遭遇揭開詐騙內幕 台中的張先生當初會受騙 救出物性假名人粉專 被冒牌的阿格莉牽著走 從臉書轉到LINE 又用貸草股票做借口 要求匯款指定帳戶 砸下百萬埋骨 卻領不到獲利 這才發現不太妙 全民反詐 回憑 中央官員高喊打詐 多名財經人士都是坐上邊 難得齊舉反詐 畢竟另類的詐騙受害人 不只阿格莉一人 像是外資分析師 財經節目主持人 投顧高層也多次被冒名 變成詐騙 一大輔助 全被搞得不堪其擾 以前可能是顏值高的會被詐騙 現在連我這種顏值低的 也會被詐騙 你就知道台灣的詐騙 已經是世界第一 我很多朋友想加我臉書 結果照我名字一看 出來二三十個洋印鈔 我有史以來第一次走入警察局 就是兩三年前去通告詐騙集團的事情 我告訴你大概有上百次以上 但我檢舉了也沒有用啊 而且我檢舉的是假的 我自己 不法集團濫用名人身分 當作行騙利器 就怕這類手法總有人上當 警方也分享辨別小撇步 包含粉專成立的時間短 粉絲數不多 或是沒有藍勾勾都是警訊 萬一從臉書被加到 賴全組九成跟詐騙脫不了關係 我們不斷地去找Meta Google 或者是賴公司 要求他們下架 但是有時候這些公司 他會認為說要等政府修法 那政府修完法之後 其實又有哪些困境 那又沒有辦法執行 國內詐騙惹民怨 警政署長也說 詐欺還在高峰期 面對假投資訊息 網路鋪天概率流竄 警方坦言 連Meta Google等業者配合度都有限 更別說小紅書 這類對岸的社交平臺 要求下架詐騙資訊 更不是輕而易舉的事 記者陳冠軒 陳常委台北報導 核安會今天到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進行展望全球核能發電趨勢的專案報告 目前全球416部核電機組 以美國94部最多 面對在野黨立委大選修法 讓國內機組在執咒到期後繼續運轉 核安會表示執咒失效無法確保安全 總統賴清德要推動第二次能源轉型 行政院長卓榮泰則表態非核家園是 不可放棄的目標 不過仍有不少部會首長抱持 不排斥重啟核能 應該如何解讀賴政府對核電的態度呢 國民黨立委葛如君直接拿出自製 非核家園審主牌 問備詢台上的核安會主委陳東陽 跟經濟部次長林全能 是否願意接下這塊審主牌呢 上午核安會到立院教文委員會專題報告 民進黨立委洪燊看針對國民黨立委 打算修法表達憂心 認為取消申請年限 反而再替執照到期的核電機組解套 讓其可直接繼續運轉 批評這事在闖紅線 質疑如何確保核能安全呢 至於目前全世界使用核電線礦 全球發電佔比9%仍有416部機組運轉中 以美國的94部最多 法國跟中國各56部次支 目前全球仍有59部新機組建造中 中國25部佔最多 經濟部指出選擇核電減碳的國家有英法 支持核工業發展的有美韓 考慮安全與核廢料而非核的 則有德國跟奧地利 記者 林警媒謝其文 台北報導 林口長庚醫院最新調查發現 除了容易引起過敏的有顆海鮮 花生已經成為國小學童過敏食物的 排名第二名 為了保障過敏體質的消費者 飲食的安全 消暑是規定包裝食品 如果含有甲殼類 芒果 花生等 11類的過敏原 就必須要強制標示 否則最高可以開罰三百萬元 一名幼兒園小男童先天對花生過敏 只要吃到花生製品 就會出現急性蕁麻症 喉嚨啞 呼吸困難等症狀 某一次在學校跟同學分享零食 不小心務實含有花生的餅乾 導致過敏發作 緊急送醫才就會隱密 但是他跟同學分享食物 同學不知道 林口長庚醫院最新調查發現 臺灣食物過敏盛行率逐年上升 近十五年來增加兩倍 食物過敏原大調查更發現 除了容易引起過敏的有殼海鮮 花生已經成為國小學童過敏食物排名 第二名 另外雞蛋水果牛奶等也都是國中學生 傷害成人最常見的食物過敏原 相署強調市售包裝產品 只要含有甲殼類 芒果 花生 牛奶 羊奶 雞蛋 堅果類 芝麻含膚質之穀物 大豆 魚類 以及食用亞硫酸鹽類等製品 都必須在產品容器或包裝上 標示警語 以保障過敏體質消費者的飲食安全 記者 賴水平 秋夫財 特報道 UberE日前宣布收購臺灣Fu Panda 勞動部長何佩山曾允諾會親自處理 今天下午 勞動部找來兩家平臺業者 和外送工會 討論合併後 產生的勞工權益問題 外送產業工會表示 UberE如果要合併 必須要完整接收Fu Panda的外送員 才不會導致部分外送員失業 否則將拒絕同業兩大平臺併購 公平會表示 會慎慎評估併購案 勞動部表示 三週內會再召開會議 下次的會議 外送產業工會二十九號集結在公平會門口 表達拒絕不當合併 因為日前外送平臺UberE一次宣布 要收購台灣Fu Panda 只是合併案如果通過 市佔率將超過九成 但又會導致市場壟斷和獨佔 針對外送平臺合併案 勞動部長何佩山曾允諾要親自處理 二十九號下午勞動部召開外送協商會議 由勞動關係司司長王厚偉主持會議 同時找來UberE一次和Fu Panda業者代表以及外送產業代表 討論合併衍生的勞工權益問題 外送產業工會表示 已達成會議共事 包含雙方會在三週內召開下次會議 同時外送產業其他訴求 將逐一溝通協商 包含停權機制要透明 確保外送員的工作權 報酬也要有公開明確的計算方式 還要訂定定型化契約 為外送員投保全時段保險 訂定合理的抽成上限 和提供地圖式點餐 以及真人客服服務 另外也有小事業者擔憂 合併後抽成是否調整 很多小店家面臨都要關本卸業 我們是希望公平會可以在附加條款內 規定一條抽成上限 結合案會對市場的集中度 造成了一個顯著的影響 本會也會非常的慎重的來考慮 公平會表示因結合案資料 沒備期還沒正式受理結合案 但做出決議前會審慎評估 蒐集各方意見 高雄知名地標85大樓 近年是因為飯店卸業退出 產權複雜等狀況日漸蕭條 導致違法日租屋色情行業長絕 為此高市福的相關單位 這兩年同力合作 強力掃動非法產業 並且是積極的招攬新創公司 來設立據點 未來將有新的飯店集團進駐大樓 希望能夠扭轉過去85大樓的物名 旅宿業者領過新極受證 高雄觀光局二十九號在成義酒店 舉辦旅館新極評鑑受證 雅灣隨著週季成義極 預計下半年開幕的日航等酒店陸續進駐 成為飯店一級戰區 但同一區的85大樓 近年卻是違法日租屋色情行業猖獗 為扭轉污名去年九月行動派出所進駐大樓 強力積查違法日租及色情行業 經發局也成立新創基地 招攬5G AIOT等產業的新創公司 目前已有十家廠商進駐 不只高科技產業進駐 85大樓歷經經典 那我們也期待就是 成如剛剛所說的 整個亞洲新灣區愛河灣愛河的周邊 能夠有更棒更多的旅宿來服務 袁軍喉酒店門口堆滿廢棄地毯桌椅等 工作人員忙著整理 爆大樓從知名地標變得日漸蕭條 讓不少民眾覺得可惜 就盼著更多公司飯店進駐後 讓大樓重新活化 再次與亞灣周邊產業共同前進 記者 陳煥許正俊高雄報導 台中一位國中少年日前在廟會 繞進隊伍中討藥食物 警方獲報後是前來關心 並太大去超商買食物股腹 學校及社工體系都表示 他的監護人是外婆 但陰暗服刑 少年早已列入關懷個案 目前安置於兒少住宿機構 會持續關懷 一名十四歲黃姓國中生 十八號晚間跟在廟會 繞進隊伍中到處討藥食物 廟方通報台中警方前來了解 警方表示少年自稱父母在彰化流浪 相依為命的外婆又陰暗服刑 手機壞掉無法與社工求助 只好向人討食 遠景隨即帶他到超商買東西果腹 少年就讀的國中表示 這名學生目前已經國三 平常寄宿中途學校 當天為國中會考首日 並非外傳休學 一直是校方高度關懷的對象 其實在學校是被照顧得還不錯 但是放學之後 學校看不到 那他就會經常在外面流連 有時候就是會在便利商店待蠻久的 這個也就是令我們很擔心的地方 台中市社會局表示 少年從二零二一年起 就被列為關懷個案 目前安置於兒少住宿機構 每月有領取八千多元生活補助 並無三餐不計情形 事發當天為週末返家日 後續會是他會考成績 協助安排高中職就讀 記者楊明鳳能濤台中報導 美國前總統川普 在當地時間二十八號 與辯護律師和檢察官 針對驗刑封口廢案 做了長達六小時的接案陳詞 陪審團也即將做出 川普是否有罪的裁決 而好萊塢自身隱形勞伯迪尼洛 也出現在法院門口 痛批川普是跳樑小丑 並且是警告了選民 如果再讓川普入主白宮 美國的民主跟選舉制度 將就此終結 美國前總統川普 在搭車離開紐約曼哈頓 法院時 向等在兩旁的支持者揮手致意 當地時間二十八號 川普在法院聆聽二零一六年 透過前律師科恩 支付驗薪丹尼爾斯十三萬美元 封口廢案的結案陳詞 後續法庭將休停 等待十二名成員組成的陪審團 針對川普面臨的三十四項指控 做出歷史性的裁決 按照紐約州的司法制度 如果陪審團裁定川普無罪 川普將獲得完全順利 另外如果陪審團無法針對被告 是否有罪達成一致意見 法官就可能宣布是無效審判 需要選新的陪審團重新再審 如果川普在任何一項指控上 被認定有罪 他將成為美國第一位被判刑 是定罪的前總統 同時也是第一位以犯罪身份 角逐白宮的主要政黨候選人 而川普也幾乎確定 一定會對判決提出上訴 而這個過程可能會花上幾個月 或甚至更久 二十八號當天好萊塢資深隱新 勞伯迪尼洛也出現在法院外 他與川普的支持者對罵 勞伯迪尼洛在法院外開記者會 痛罵川普是跳樑小丑 並且警告選民 如果再讓川普入主白宮 美國的民主和選舉制度 就會從此終結 針對這場法院外的記者會 川普陣營強調拜登陣營讓勞伯迪尼洛出馬 證明已經荒了手腳 才找一個過氣演員出來助政 根據路透社上星期的民調 川普跟拜登 在已登記的美國選民中 支持率不相上下 但彭博社與美國釋調公司 曾經諮詢 今年稍早的民調顯示 如果川普被定罪 在主要的搖擺州 有百分之五十三的選民 將不會投給他 也將直接影響川普十一月的總統選情 公視新聞 沈陸佩編譯 針對阿根廷米雷政府 去年十二月開始存放大批糧食 停止補貼給弱勢族群的政策 法院裁定必須立即發放給各個非政府組織 營運的慈散食堂 但是阿根廷政府是指出 這批糧食是為了因應可能的重大天災等緊急狀況 並且是強調司法單位不宜干預公共政策 幾個月來 像這樣的抗爭場面 在阿根廷已經屢見不鮮 總統米雷伊就任以來 因為推行準結政策 以挽救瀕臨破產的財政 持續遭到以左派支持者為主的民眾抗議 當地時間二十八號 民眾抗議的訴求是針對外傳政府 扣住原本要給慈善食堂的糧食 要求政府改變政策方向 由於過去幾任政府的政策導致財政瀕瀕破產 米雷伊上台後 推動類似歐債危機期間各國的準結政策 大幅刪減社福等公共開支 引發民間反彈 另外為了救濟佔全國人口約四到五成的窮人 由政府供應糧食給非政府組織營運的慈善食堂 除了預算遭到刪減 政府也指控部分非政府組織為了擴大抗爭規模 要求窮人參加抗議來換取糧食配給 因此決定改變做法 不再透過非政府組織來發放這些救濟物資 除了部分民眾頻頻走上街頭 法院也在二十七號做出裁定 要求政府立即發放糧食 但米雷伊政府顯然不打算照辦 除了反對黨以及司法單位表態 阿根廷天主教會也呼籲政府發放糧食救濟窮人 不過阿根廷政府重申 留存的糧食是為了因應可能出現的重大天災 緊急應變之用 公視新聞許家仁編譯 近年來隨著二零一八年出版的一本書 不消費的一年影響 社群平台上開始流行一年不消費的挑戰 有人是寫下了看完書的心得後開始挑戰 有民眾直接身體力行挑戰後拍影片分享過程 事先起了一股低消費的挑戰潮流 一邊整理衣櫃 一邊尋找自己要的東西 居住在美國紐約布魯克林區的創意總監博曼 一年前開始挑戰一年不消費的活動 這是今年來在影音平台TikTok上 開始掀起的低消費挑戰潮流 喜歡復古設計服飾的博曼 不斷透過借貸金錢去購買喜歡的服飾 直到他開始負擔不起支出費用 才決定要改變自己的購物習慣 而他的壞習慣是因為新冠疫情大流行引發 最後博曼透過與家人朋友討論他的財務困境 並且將問題公布在TikTok影片中 能讓他直接面對自己的問題 他的影片也吸引越來越多觀眾 累積達到超過六萬名粉絲 其中還有影片的觀看次數 超過一百萬次 像博曼一樣過度消費的人很多 而這個挑戰源自於新冠疫情流行前 在二零一八年出版的一本書 不消費的一年 作者凱特分享挑戰心得 認為所謂的不消費並非真的不購物 而是要戰勝衝動購物 並且指買生活必需物品 不要因為各種折扣 囤積超過需求的物品 另外凱特也記錄了重新導正的消費觀念 表示如果追求再多也無法滿足 不如反過來別再擁有更多 反而讓他尋找到最適合相處的朋友 是不管他做什麼都能夠支持他的人 讓他在心靈層面跟時間上獲得更多 各位新聞陳述編譯 南韓醫界反對政府擴大招生 醫學生的抗爭是鬧得沸沸揚揚 儘管法院二審宣判政府的增援方案 就有正當性 但仍有超過九成的住院實習醫師 拒絕回歸崗位表達抗議 目前許多大型醫院的手術時程被迫延党 醫科教學現場與前線的醫療體系危機重重 讓民眾深感憂慮 請看公視國際記者楊潛豪 來自首爾的採訪報導 南韓醫界反對政府擴大醫學院招生的抗爭持續 儘管法院於五月十六號二審判決 認定增加招生有必要性 醫界仍表示將持續上訴 法院的判決讓政府有如私下定心丸 宣布明年起增收一千五百位醫學生 面對窘境原本表達全面反對增收的醫界 態度出現些許改變 截至五月二十八號 仍有超過九成的實習與住院醫師 尚未復歸以表達抗議 不僅醫院手術時程被延宕 也因礦職超過三個月 無法參加資格考試 面臨留級危機 醫科教育與醫療差池長期化 對此醫科教授呼籲大眾予以理解 近來南韓包括小兒科 婦產科等基礎項目 出現醫學生暴讀缺額擴大 許多限職醫師為求更好待遇 轉往醫美發展 首都圈以外的地區則出現醫療人力不足 政府因此祭出擴大招收醫學生的方案 醫界則批評政府為充分協商 就搬出增收千人以上的龐大數字 而當前醫科教授與設備 根本無法負荷龐大增額 加上少子化嚴重 擴大招生只會導致未來醫療品質惡化 但面對醫界與政府對立 多數民眾都希望醫生們能早日回歸 根本無法負荷 而南韓政府則軟硬間時宣告 擴增招生招生人數無法改變的同時 對富貴的住院實習醫師也會減少 以上是公視國際記者楊千豪 在首爾首作的採訪報導 鏡頭轉回國內 來看到南方四島國家公園 十年前成立 將澎湖南方的東極雨西極雨 東雨平雨西雨平雨 以及周邊島州納入保護的範圍 日前由海洋保護巨溝下潛到西雨平溪 及東雨平北的海底巡查 發現漁群變少 當地的生態資源惡化已經年最嚴重 質疑是執法效能變差導致 對此主管機關回應 魚類及珊瑚礁的保育工作持續進行 沒有發現大量減少的疫苗 夏潛到澎湖南方四島 西雨平溪及東雨平北海底 志工看不到魚群 轉個角度往他處找 終於發現珊瑚礁旁有幾隻魚 這是澎湖海洋志工團協會 在27號拍到的畫面 協會指出 這幾年海底生態資源 向雪崩式的惡化 今年尤其嚴重 協會指出2015年紀錄的畫面發現 不管是當年五月六月甚至到八月 魚群數都不少 這次拍到的數量跟當年比明顯落差 這個月中旬也有志工發現 由海釣船直闖南方四島垂釣 指引是海洋國家公園的執法效能不佳 不過南方四島的西級海域 幾天前則出現一尾超過十公尺的 巨大保育金砂 讓潛水客相當驚喜 海洋國家公園管理處回應南方四島國家公園區域的魚類 以及珊瑚礁管域工作都持續進行 沒發現大量減少的異狀 將前往瞭解 對於違規釣魚或捕撈行為 近期取締也都維持在每月五艘船以內 強度沒有變小 記者王庭陳淺 昆蓬湖報導 機器狗研發在國際已經相當熱落 台大教授郭崇賢團隊 二零二年開始投入自主機器狗的研發 去年底或國科會兩年補助 成功打造台灣首創且自主研發的AI機器狗 整合運用多項的機電設計與人工智慧技術 與國內的餐點物流配送相關應用需求 希望能夠解決國內的缺工問題 配上攝影鏡頭五十四公分長 十六公斤重的機器狗Oliver 在遙控下踩動四角原地扭動 旁邊的機器狗Dostin更大隻 有九十三公分長四十公斤重 第一次公開亮相卻因左後腳一個馬達故障 走得不是很順 各位看到它的平衡性是很重要的 所以它上面要一些感測器 那我們現在剛開始做出來 就是一些基本功能 那未來就有樓梯等等 它就可以適應到不同的情況 台大教授郭崇賢團隊二零一三年起 就研發雙足機器人 但二零二二年才投入自主機器狗的研發 結構設計要輕運動控制等問題要一一克服 因此Dostin現在可爬樓梯 但還不夠穩定 而團隊最想達成的 是國內自主研發的機器狗 應用在各產業需求 尤其是缺工嚴重的傳產與服務業 你的機器人可以在固定的地方 你的產線是配合的機器人在設置 怎麼弄一個機器人的良好的環境 他們可以做得到 可是產農產業不可能因為要導入機器人 就把整個產線全部弄掉 這成本太高 可以針對我們在地的需求 來做一個客製化 那我們也可以針對我們產業的需求 馬上來做出一個調整 郭崇賢指出 機器狗在國外不但以商品化且有具體應用 國內的機器狗卻沒有太多實際導入案例 運用國客會兩年兩百萬補助 並和業界合作 朝研發導入可克服地形障礙的機器狗 去努力 記者林曉惠沈志明台北報導 協助台灣潛力IP開發漫畫動漫 讓作品走出台灣 文策院與IP輸出經驗豐富的國際公司 合資成立了祥音融創公司 和日本諸事會社YTE簽署合作備忘錄 啟動製造計畫 首播將有三部作品複製動畫畫 藉由日本龐大的動漫產業鏈 全球動畫製作經驗 以及通路發行 打進日本市場 住在黑暗森林擅長心靈控制的奪心魔 遇到疑似被人拋棄在此的女孩 看似陰暗詭異畫風 講述有笑有淚的親子成長故事 長篇連載型漫畫成為奪心魔之必要 全球擁有26萬粉絲 在網漫國際平台 累積更超過2000萬次點閱 其實我們的作品在歐美市場上 也算小有成績 但是這是書籍出版方面 但在動畫這一方面 就比較不是他們的專長 那我們需要更多這方面的夥伴 台灣原創漫畫想動畫化 想走出台灣沒那麼簡單 為此全台唯一具有可在日本 籌組動畫製作委員會資格的 祥英榮創公司 和日本諸氏會社YTE 以及文策院簽署合作備忘錄 啟動日照計畫 扶植台灣原創IP赴日發展 培養國際級ACG製作人 我們也會帶進我們台灣這邊的一個製作團隊 然後我們可以邊學邊做 然後再藉由日本的他們這個專業動畫 製作know how 還有他們的發行最主要是這樣子 這一次合作主要是我這邊 會去跟他們做對接 也就是說我會進行編劇 那再跟他們的產業鏈進行一次合作 那經過透過這次的合作 我能夠更了解他們是怎麼運作的 那我能夠用我這個點 再去串起台灣的後續的產業鏈 日照計畫首波包括成為多新模之必要 台日合作的原創IP刀機 長期連載在日本秋田書店出版的旗下雜誌 那麼首先從衛星圓圖上來看 目前艾維尼台風是距離台灣東方大概還有930公里處 那強度是逐漸在減弱 整個水氣及雲帶一直往南延伸 到巴斯海峽至菲律賓海面附近 大致就是封面的所在位置 所以今天台灣環境是吹偏東北風 各地早晚比較涼一些 而白天是舒適溫暖 不過這樣天氣形態在明天就轉變了 隨著東北季風的減弱 明天會轉成偏西南風 帶來比較溫暖潮濕的水氣 那我們來看一下溫度的部分 在高低溫都是有些回升的情形 預估在明天白天的高溫 普遍是30到33度左右感受溫暖悶熱 而低溫普遍是24至26度 特別留意還是在降雨的部分 預估今晚到明天清晨 因為環境轉成偏西南風 在中南部及東南部地區 都有些局部的震雨出現 而且越往南降雨機率是越高 可能還會伴隨一些對流星的降雨 會有雷擊跟強震風的出現 再來明天的白天要留意午後雷震雨 特別是在西半部的山區 可能會有局部大雨的情況 要留意這種短延時的強降雨 最後提醒大家 明天環境轉變開始偏西南風 各地的溫度是回升 水氣也增多 在中南部及東南部降雨機率 都是比較高的 那其他地區呢 大致上是多雲 還是要留意午後山區的雷震雨 以上資料由中央氣象書提供 接下來就提供您各地的溫度資料 好 北部地區最低溫24度 最高溫33度 南部地區最低溫24度 最高溫33度 南部地區最低溫24度 最高溫33度 東部地區做到 東部地區 马祖金门则是普通等级 以上是今天的公式晚间新闻 感谢您的收看 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